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当以利亚呼求上帝在巴黎的先知面前点火时发生了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猎王记》上的第18章30到46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阅读30到40节 以利亚对著名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著名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堂,以利亚造雅各子孙之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曾领导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堂,在堂的四围挖钩 可能鼓中恶西亚,又在堂上摆好的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铜盛满水倒在番茄和柴上 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 谁留在堂的四围,沟里也满了谁 到了先晚季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请你今日使能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奋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回来,烧尽番茄,木材,石头,尘土 又烧干沟里的水 住民看见的就浮浮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耶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黎的先知,不容易一人逃脱 住民就拿住他们,耶利亚带他们到基斯坊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在上一节课我们学习的巴黎的先知们 呼求他们的神降下,活来,以焚烧献剑的东西 但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他们侍奋的是假神 他们的先知可能并不认为巴黎是假神 否则他们也不会侍奋他 这些先知的敬拜也许是真诚的 从他们竭尽全力,试图让巴黎点燃他们的祭品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宗教人士相信虚假的东西,最终总是被愚弄的 无论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还是声称追随基督 但是偏离上帝启示的宗教都是虚假的 那么现在轮到耶利亚的行为了 他修上了主的祭坛来做这件事 那么现在你可能会问到 既然圣殿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在加密山上会有主的祭坛呢? 那么也许这一座的祭坛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之前建造的 当时人们可能在那里敬拜真神的 又或者说这一座祭坛是在巴沙时代建造的 那时前往耶路撒冷是更加的困难 那些不想敬拜金流毒 而是敬拜真神的人可能选择在这里敬拜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一座献祭给耶路撒的祭坛 耶利亚就用十二块石头来建造祭坛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然后耶利亚在坛上把柴摆好 把流毒切成块放在柴火上 在呼求上帝点火之前 耶利亚甚至叫人拿水倒在番祭和木材上 这样就消除了他们对耶利亚可能作弊的指控 而且是增加的难度的 之后耶利亚就转向向上帝祷告 呼求今天要让他的人民知道他是以色列的上帝 耶利亚是你的仆人 他按照你的话做了一切 他就呼求上帝点燃这个祭坛 这样以色列人就可以再次将他们的心转向真神 远离甲神 之后耶利亚的火就从天上降下来 烧尽了番祭 也烧尽了木材、石头、尘土 并烧干了沟里的水 这就像以色列人证明了他是唯一的真神 那么以色列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就高呼耶利亚是神 巴黎的先知们就被证明了是骗子 即使说他们可能的心是真神的 那么以色列人就下令要处使他们 这会让亚哈、耶稀别和所有能的心 永远地毁到上帝身边吗 情况并非是如此的 这表明即使是神迹也无法改变一颗不想顺服的心 好 下面我们就继续读41到46节 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余的响生了 亚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的加密山顶屈身在地 将连伏在两西之中 对仆人说你上去下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 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 不过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下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往耶稀列去了 耶和人灵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束上腰 奔在亚哈前头 直到耶利斯的城门 那么以利亚就告诉亚哈 可以上去吃喝了 因为即将有大雨 到目前为止天上还没有云 当然也没有雨 以利亚就带着他的仆人 去了加密山顶 就跪下祷告 然后他让仆人向大海望去 那么从加密山顶 是可以看到地中海的 仆人说什么也没看到 如此反复的 七次 到了第七次 才有一小片云开始从海里升起 那么以利亚就让仆人去找亚哈说 要他准备好车马上下山 因为大雨即将来临了 之后就下起了大雨 亚哈是坐马车前往耶稀列的 耶稀列距离加密山东南额26公里 在第21章中 我们发现 亚哈在耶稀列还有一座房子的 那么在上帝的帮助之下 以利亚甚至比亚哈就更早到达了 耶稀列 那么经过近60年的虚假的偶像崇拜 以色列的人民终于又转向了上帝 一些人是转向了上帝 比如说那些在加密山上 见证的上帝利亚人 以色列人 但绝大多数的并不会 而这绝大多数人中的一部分 就包含有亚哈和耶稀列的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是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事情 希望大家到时继续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hold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